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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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元族第七十七回 如来对凤凰更有详细的描述 孙悟空对大鹏鸟欺负的无还手之力 唐僧还差点被报销了 他上西天找如来告诸 如来说 你且羞恨 那妖精我认得他 孙悟空师声道 听说那妖精是你亲戚 如来道 说讲起来 也与我有些清楚 他告诉悟空 自那混沌分时 天开于子 地劈于丑 人生于淫 天地在交合 万物尽皆生 万物有走兽非秦 走兽以麒麟为之常 非秦以凤凰为之常 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 欲生孔雀 大鹏 如来这段话 说明凤凰家 族在天地出分时 那是相当牛逼的 凤凰生了孔雀 大鹏 所以孔雀 大鹏也很牛逼 如来继续说 孔雀出世知识罪了 能吃人 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纸 我在雪山顶上 修成杖六金身 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 我欲从他遍门而出 孔雾真身 使我抛开他几背 跨上灵山 欲伤他命 当被诸佛劝解 伤孔雀如伤我母 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 封他做佛母 孔雀大明王菩萨 也就是这个原因 大鹏敢吃掉一座城池的天子与陈明 如来去收他时 他还敢不买账 当着如来的面砍孙悟空 还要如来滚出雷音寺 把位置让给他 凤凰当然不仅仅生了孔雀 大鹏 像龙生九子一样 还可能生了其他 这卵二姐有可能是他后代的后代 不与孔雀 大鹏同辈 随着时代的发展 天地之间诞生了更多的种族 如神界 福界 乃至人类精灵 凤凰狭家族不断被超越 慢慢成了没落一族 地位也一降再降 最终他的后代如卵二姐之流 也只能被碾在山野之间 依靠强势的腰外保护才能生存 所以 卵二姐招了猪八戒当上门老公 他肯定从八戒口中得知 他是天庭高官夏凡 希望在他保护下过上安宁的生活 可惜 猪八戒太强悍了 不到一年 就被折磨而死 家旦进阶留给了猪八戒 三 如果从以上渊源来看 猪八戒真是如来的亲血 但如来会不会因为这层关系就关照八戒呢? 显然不可能 如来当初修炼时 自身还不强大 还需要借助凤凰家族势力站稳脚跟 所以没啥孔雀 反而让他为母亲 但当他壮大时 大鹏这些亲戚便阻碍了他的发展 也与佛教的理念极不相符 他肯定要下手制约他们 所以 还别说猪八戒究竟是不是他的远亲 即使是他的远亲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关照 猪八戒走了一趟七天路 仅仅被封为一个吃货 还不如天鹏大元帅 这就是明正 其实 真正让猪八戒一到天庭 就被封为天鹏元帅的 是他师父 在同名公号第102期 蜗牛专门写过一篇猪八戒的师父是谁 地位比菩提祖师高 能力比无朝禅师强 进行解读 因此 我们要想做出一番事业的 只能靠自己 千万不要想着借助某某心细的帮忙 走走群带关系 这毕竟是不长远的 套用一句话 如果你能干 不靠关系也能干出一番事业 如果你不能干 有在硬的关系 也不会走得太远 所以 你不优秀 认识谁都不管用 这是治理名言 这个词方式是很高密版的 这小孩子也认识没了 такие语言 是不是